親愛的弟兄,我是志誠 在今天的這集錄音中,我想來跟你聊一聊 只要選擇了小我,我們就毫無選擇 今天早上我剛好想起了在正文的16章裡面 他就講一句話,就對比了這個愛與恨 他說這個愛是善於等待 只有你歡迎它的時候,它才會進入你的心中 如果你不歡迎它,它就會等待 事實上這個愛具有無限的耐心 你不歡迎它,它就會非常耐心地等待 這個恨跟愛的不同就是在於 這個恨是愛來就來 它毫不在意你的感受 後來我的腦海中就浮現了一句話 就是一旦我們選擇了小我,我們就會變得毫無選擇 當然這個小我,它有一個慣用的手法 就是解離 表面上說一套,底下做一套,這就是解離 他當然絕對不會願意告訴你這個真相 否則他就會失去你這個盟友 這對小我來說是致命的打擊 因為小我本來就不是真的 除非我們的心靈願意去認同它,把它當真 也就是跟它結盟 那小我才有可能施展一些力量 甚至最後變成可以互分幻影 那一旦我們的心靈不願意選擇它的時候 它就沒有任何的能耐 所以小我一定會在表面上給你很多選擇 然後來遮掩這個沒有選擇的事實 那只要看一看我們眼前這個花花世界 你大概就不難明白 那好像有很多的商品啊,很多的服務啊 很多條路可以走啊,很多的工作 很多的伴侶啊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選項 但事實上這僅僅是一個錯覺 那甚至小我還會給我們一種錯覺 就是當這個選擇越多的時候 我們就會越幸福啊 不過這個心理學家已經做了不少的實驗了 那指向的都是相反的方向啊 那事實上啊,就是我們在認同小我的時候啊 那就等於是一天二十四小時啊 不間斷的把自己浸泡在追究跟恐懼裡面 那你想想看,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怎麼可能真的過得幸福快樂啊 圓滿啊,自在喜悅啊 就不可能嘛 那即便我們儘可能的在生活中 去轉移我們的注意力 把我們的注意力轉向外面 那儘量的去忙工作啊,忙家庭啊 儘量的去吃喝玩樂啊 培養興趣啊等等 但我們內心的種種的痛苦啊 還是沒有辦法真的被遮嚴 要不然就不會有人來這邊 學什麼奇蹟課程啊 或者是追求這個心靈的成長啊 跑去宗教裡面啊 因為不管你的外在看起來過得好不好 豐不豐盛 那事實上,只要你選擇了小我 那你內在的這個追究啊 恐懼啊 匱乏啊 受害啊 甚至死亡意念等等 它就會輪番的出來騷擾你啊 這是沒有辦法完全遮蓋得了的 那麼在另外一個層面來說啊 一旦你選擇了小我啊 你會發現 你的人生劇本啊 就會操控在他的手中 而不是操控在你手裡 那這個部分啊 其實 絕大多數的人啊 活在這個世界上 活了一陣子啊 幾十年吧 那都會有一定的體認啊 那你看人類不是常常在哀嘆這個命運啊 對它不公平啊 命運啊 對它不好啊 等等啊 那自古以來的文學作品 不管東方的西方的 從這個伊底帕斯王 然後到這個紅樓夢 那多多少少啊 一定都會呈現出一種無奈的情緒 呈現出很多的一些受害情節 呈現出很多的犧牲 那這個就是我們生活在小我世界的一個常態嘛 那你會發現你有你的計劃 但這個世界另有計劃啊 那你可能往某個方向努力了很久啊 然後眼看著就快要成功了 結果這個事情一轉眼就變得面目全非 那所以啊 這個以前的這個文學家才會發明出啊 這個學習佛思 這樣子的一種神話人物啊 那其實指的就是我們嘛 指的就是全人類啊 那推著一個大石頭上山啊 但是無論如何 再怎麼努力啊 這個石頭到了山頂一定會滾下來 那我要說的是啊 這個小我對我們的掌控啊 其實是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 簡單來說 就是百分之百 就是一旦你去認同小我之後啊 就此後你的人生 不管是你的外境還是你的心境 就全部都是受他掌控 實際上我們活在小我底下 是沒有任何選擇的 我們其實並沒有任何自由啊 那我們能夠有的只是一種選擇的錯覺 一種自由的錯覺而已 那實際上呢 這個任何事情啊 它會怎麼發生 它就是會怎麼發生 它會發生就會發生 不會發生就不會發生 那只是小我他會 竭力去掩蓋這一點 那所以他永遠會在你面前擺出 琳琅滿目的這個選項 很多很多的選擇 那看起來你好像是 憑著自由意志 而去做這個選擇 但殊不知呢 其實這一切都是已經寫定的 那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正文裡面啊 會讀到一句話啊 他說這個我們來到小我世界啊 我們唯一剩下的選擇啊 就是在小我跟上主之間的這個選擇 二選一的一個選擇 那你只有選擇了上主 並且放棄了小我 這一定是二選一啊 不能腳踏兩條船 那只有你選擇了上主 並放棄了小我 那你的整體的這個生命境界啊 才可能真的有所不同 才可能真的患然一新 那一旦我們選擇了上主啊 然後明白了我們眼前的這一切 就是一個幻象啊 那你才有可能啊 就是說不論未來 就是你的人生這條道路上面 出現了什麼 有了什麼結果 碰到了什麼 都不會影響到你內心的平安 你內心的這個圓滿 與幸福的感受啊 那另外一個層面來說呢 也只有在我們選擇的上主之後 選擇的實相之後呢 那我們在這個小我世界的人生劇本呢 才可能有所抽換 那之所以說抽換呢 是因為這個劇本都是已經寫定的 劇本有很多套 無窮多容的可能性 但這些都是已經寫定的 然後也都是我們的心靈寫的 那也都在我們的 儲存在我們的心靈之中 那你一旦選擇的寬數 那麼這些劇本 就是你的這個劇本 就可能會有所不同 那這個呢 其實也沒有什麼很玄奧的 這是其實很多 學習一課程的人 都可以體驗到的一件事情 那會有很多事情 你會發現啊 就是如果當初你沒有寬數的話 那這件事情的走向 必然會大不相同 那簡言之啊 就是會很慘 難以想像會有多慘 那不過比較吊詭的是啊 就是如果你學寬數 或者選擇上主的動機啊 而是為了改變你在幻象中的劇本 裡面這些劇情的話 那你立馬就會掉回到小我裡面去 因為這個時候你的關注焦點是在幻象上 那表示你已經把幻象弄假成真了 那這個時候你已經在選擇小我了 那就回到前面那個邏輯啊 就是你選擇的小我 其實你就毫無選擇 那事實上這個抽換劇本呢 它完全就是聖靈的事情 它不是我們的事情 那我們僅僅負責寬數 那我們只要把這個抽換劇本的這個事情 交錯給聖靈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想一想啊 這樣不是對我們來說也簡單容易來講 那你怎麼知道自己最需要的劇本 最適合你的劇本 是哪一套呢 好 那這個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希望對你 對其他個人的理解 能夠有所幫助 那這個更多的學習資源 都歡迎各位可以 就是上我們的公眾號 然後還有教學網站 那兩邊呢 也都同時有搜索功能 那所以就是你可以建入一些關鍵字 比如說收回投射 比如說犧牲 比如說這個特殊之愛 那你可以建入這個關鍵字 來搜尋相關的內容 那經過多年的積累 就是說這些內容 其實已經都變得非常豐富了 當然如果你希望可以進一步 更深入的全面的去學習七七課程 都還是非常歡迎加入我們的網路班 或者實體課 那會有這個觀念上的一些深入的整合 然後還有結合到這個我們落地的部分 就是生活中 那也再次感謝 就是近期之內 贊助我們團隊的弟兄 讓我們的團隊 可以為各位持續提供優質的服務 就是不管是在網站的一個構建 維護 優化上面 又或者說在群組裡面 就是跟大家做互動 好 那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希望對你有幫助 那也歡迎你把我們的錄音分享出去 給更多需要的弟兄 好